幕后问我一句话 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团结 我听了一听笑一笑 我知道了 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天主教的 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 他很惊讶 这怎么是上帝安排的 我说如果中国人团结起来 你们还有饭吃吗 大家一笑了之 真的 他笑欺笑我 鸡笑我们不团结 中国人真聪明 他们知道 就是不团结 还好他有饭吃 底下一端还是讲契基 这一端寓意深远 我们看了一个经文 又契基这 亦与其合十几之一 这一端讲得好 这是 显示出黄年老的真实智慧 很重要 契合什么 契合现代这个社会世纪 如来垂次 独留此经 与住进灭尽之最后百年 佛法将来会在这个世间消失的 会灭掉的 为什么呢 法是原生的 原生 原没有了 他就灭了 原生原灭 他不是不灭 他是因缘所生法 所以他也不是真的 佛在波瑞经上告诉我们 法上印石 活宽非法 你讲得多透彻 佛法好啊 好不能贪 不能起贪心 起贪心就错了 佛在金刚经上 举了个比喻 他用过渡 船法 做比喻 过渡越做越小船 或者是法 木头编的 或者是竹子编的 这度活用的 他说的法了 就跟这度船一样 是帮助你 从这个岸 度到彼岸 到彼岸 你就得舍 你舍 你才能够上岸 你要不舍的话 就错了 你永远上不了岸 所以告诉我们 法上印石 活宽非法 这个舍的意思 就是你不要执着 不要放在心上 你放在心上 就错了 为什么 它是有为法 它是原生法 它不是自信 你能够一切放下 你就尽信了 信才是唯一的真实法 不生不灭 样样具足 样样圆满 智慧具足 得能具足 向好具足 像我们今天讲福报啊 是你自己本 自信里头本来有的 不是从外头找来的 外面没有啊 而且呢 是永远享受不尽的 这才叫宝啊 真的是宝啊 自信 信三宝 这是佛 叫我们真正要去 要求得点 不得找回来 现在迷失了 找回来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智慧是哪的 只有自己本来有 你去求智慧 没这回事情 你所求得的智慧 智慧跟智慧是两种事情 智慧怎么求法呢 智慧把心定下来 亲近心生智慧啊 那我们的心不定 里面心里面是乱七八糟 所以他不生智慧 生烦恼 亲近心生智慧 所以智慧从放下 智慧就出现了 放不下 永远没智慧 你所求的 全是智慧 智慧能解决小问题 解决小问题 还有后遗症 那科学技术解决问题的时候 那要是解决大问题 就有大后遗症 小问题有小后遗症 解决小问题还可以 解决大问题 就带给全世界的灾难 最后到地球的末日 科学技术 带来的 中国人聪明啊 我是在 1982年 我第一次到美国 第二次是1983年 神家珍居士 请我去讲解 在纽约 到纽约那一天 他请我吃饭 客人有很多 里面有很多 当地的美国人 我相信他们都是 神劳居士的好朋友 有一个人问我 跟我说 现在我们西方人 对中国人的看法了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总认为 轻视中国人 认为中国人没有文化 野蛮人 就现在我们知道了 全世界 一个一个比 中国人低 中国人有智慧 很能干 一个一个比 中国人低 两个两个比呢 这犹太人低 三个三个比 日本人低 幕后问我一句话 你们中国人 为什么不团结 我听了一听 笑一笑 我知道了 他们都是信奉基督教 天主教 我说这是上帝安排的 他很惊讶 这怎么是上帝安排的 我说如果中国人 团结起来 你们还有饭吃吗 大家一笑了之 真的 他笑 欺笑我 鸡笑我们不团结 中国人真聪明 他们知道了 就是不团结 还好 他有繁殖 遇到这么一种事情 我在每个遇到事情很多 那么现在 那由于科学技术 日行月异 对于 这个地球生态 这破坏 已经到 严重的程度了 所以 地球上灾难这么多 不是没有原因 人为的 我们一定要晓得 再继续这样破坏下去 现在国地方这些灾难 那是什么 这是大灾难的 先兆 我们已经看到了 再要不认真努力 这个灾难是决定不能避免 所以我们不可以 不知道 不能 不认真努力 来修复 化解灾难 没有别的 就是劝导大家 回心转意 断卧修复 断卧修复 急功累德 在那 可以能够 解除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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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